昨天上午,GZRB打女神符的唐蕭榮 就拍了玫瑰雙杯北河澳而河澳之梁之梅 齊齊出席某商場的活動 情人之爲,天天不吐的感覺 又是梁之梅同台出現 自然他們一出來,即時就梅妹負責整風車 姐姐負責曬口才 我記得有人說過,整風車都有一個飛機 有些人如果去年的運氣不好 他就要將車的衣服營船 嘩,你倆來一言我一語地吸引全場的豬衣力 果然是梅同心其利斷甲 這麼搞的,詩詠妹還有定期 你和我定,家嫂自有家嫂的魅力 來人家只要細出一招,恭喜發財之年糕 相信電視機前的各位蠢奶奶 都口水嘟嘟嘟,但即時送了個兒子 玩個像詩詠妹般入得廚房 娶得廳堂的生寶仔 來,你看,還有一位女兒送上鮮花札 為了預訂燃梁淑德的詩詠妹做未來的老婆 她很幸福,見到詩詠妹想吃的,又想吃 女兒,你這麼喜歡詩詠姐姐 可不是想一輩子都可以吃得她親手做的年糕嗎? 嘩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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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難忘的是我第一次的食物節 即是我的初戀節時 我的初戀男朋友也送了一束花 和一隻戒指給我 是呀,是呀 我現在想起錄音樂 那個第一次的食物節是最完美的食物節 嚇死人,嚇死人了 我再來發現 嚇死人了 嚇死人